来啊 兄弟们 这个哥哥厉害了啊 来 这个哥哥 背着老婆做了一点对不起老婆的事情 背着老婆三天玩了三千啊 出了一个年终奖啊 兄弟们十一把武器有一个年终奖 第一个402好垃圾496伤害很高 命中很高啊 可以放到行囊 388国标加耐垃圾415693这是老板正在用的武器啊 那他其实就只见到了18武器 388啊 453加体质的神勇武器 命中 没怎么报 伤害高啊 伤害高 然后有神用423一般442啊 一般 继续看391就这啊 我他妈的来吧 兄弟你东西呢 年终奖呢 报格啊 我是卖家 我的物品199 兄弟 你实践我都看完了 你东西在哪呢 这把无级别破甲 双家 是不是真的是 首先这是一个特技武器啊 但是特技武器用破甲的门派呢 一般也沦摸到法系 法系一般也不会用400出伤啊 这把武器 有点可惜啊 有点可惜 单加敏捷啥的应该还行 577除以3 再加上一个400出伤592 打上十段宝石83675啊 这把武器就是一个常规伤害 国标451 命中伤 命 命中451国标 伤害388国标 命中伤害都爆 单加一个魔力破甲 这把武器 感觉老板如果不带这个 不带这个破甲的话 估计能卖个2万多啊 不带破甲的话能卖2万多 那你要说带破甲的话 对吧 你们觉得能加多少钱 我觉得啊 我觉得不带破甲的话是2万多 因为他爆伤害 爆命中 单加魔力 120级 法让原生种族为仙族的情况下呢 可以转化成一把枪 虽然四孔 但是大光啊 我只能说说到这 老板啊 就是不带不带特技的话2万多啊 带特技多少钱 老板你自己吸品 其实已经告诉你答案了 只是你没有察觉到而已啊